老公 厨房灯泡坏了 你帮我换一下 你没看到正在忙吗 你自己拿手机先照的 我看你也不饿 不煮了 你干嘛呀 上个月给我的生活费用完了 你怎么用这么快 现在物价都涨了 我买菜都还要跑到远一点的菜市场去买呢 好了 先转过去 记得以后啊 买东西 记得讲价 不要花钱这么大手大脚 我花钱大手大脚 下次你去砍价试试看 我看你是不当价 不懂柴米油盐鬼 你 好 你去 你去了你就永远别回来了 怎么了 又吵架了 简直跟个泼妇一样 彩晨 不是妈说你 思雨她是强势了一点 可这也是你逼出来的 我 女人的强势 都是被男人逼出来的 如果你有责任有担当 哪里还有女人的强势 思雨以前不用说摸 就是看见一条虫子也下得要死 现在她敢自己杀鸡杀鱼 还能自己扛话肥换灯泡 为了省点钱 在菜市上跟别人讨价还价 妈 我 你都三十几岁的人了 你得有点责任有点担当 朋友什么时候不能见 可是伤了你这个婆妇的心 就永远也挽回不回来了 你想哪 我去跟思雨道歉去 这还差不多 一个人让我省心 那么多快 我去跟思雨 又来一次 但是我去跟思雨 有点不及